Hello,大家好,我是And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给大家带来三种修复谷歌翻译不能使用的方法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谷歌翻译在中国不能使用已经持续很久了 最近的很多小伙伴也给我私信 说怎么样子重新使用谷歌翻译的功能 因为他们就算是安装了谷歌翻译的插件以后 也还是不能用 其实我曾经也为这个事情纠结了很久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特别是看YouTube视频的时候 有时候很多评论区的留言 网友的留言来讲,它是英文的 但是对于英文去处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就看不懂 那当时也是找了很多的一个翻译插件 包括一些翻译的方法 那最后兜兜转转 然后回到原点 其实还是用这个右键一键翻译比较方便一点 OK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大家都知道 自从2010年的时候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谷歌退出中国 只保留了上海的一个运营中心 从2022年10月1号以来 很多的用户已经无法使用谷歌翻译了 进一步的把谷歌翻译也退出了市场 那么他们给出的原因就是说在中国这一边 它使用率太低了 使用率太低了 当然这个真正的原因 大家知道的都知道 我在这边就不讲了 但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在我的系统里面 我是这个Windows11最新版22H2的一个版本 那么我现在打开的是这个微软的EDGE浏览器 那我现在打开一个网站的话 我点右键 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翻译为中文 我们点击一下 OK 它就已经翻译成中文了 已经翻译成中文了 那么很奇怪的现象是什么 我现在也没有打开开学上网的环境 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也没有打开这个谷歌翻译的这样一个插件 大家看到这个谷歌翻译的插件 我是安装了 但是没有打开 但是没有打开 这个地方没打开 大家看到我的插件这边呢 只打开了一个这个游后插件 只打开就是这个游后插件 其他插件都没打开 但是我在这一边呢 进行翻译的时候 我在这边进行翻译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用的 也是可以用的 大家看到了 显示原始内容 然后我们来进行翻译 OK 这边就是秒变了 这个我不知道是系统的问题 还是什么问题 那话不多说 我们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一个方法讲解 OK 我们打开这个VM虚拟机 我们今天的在VM虚拟机上进行一个演示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那我们首先打开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是英文的 英文的 那我们右键的话来先试一下 把它翻译成中文 OK 现在是没办法翻译的 大家看到翻译不到的 好的 我们现在进行第一种方法的演示 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GGBoom这个文件给它进行一个解压 进行一个解压 那这个文件在解压的时候 包括你下载的时候呢 你都要把你的这个Windows安全中心给它关闭到 具体怎么关闭呢 我们打开这个设置 打开隐私和安全 这边有一个Windows安全中心 我们打开它 打开它的话 这边病毒和威胁 我们打开它 那这边有一个病毒和威胁防护 这边有个管理设置 那这边我们本身是打开的 现在全部把它关掉 那这些都把它关掉 不然的话它会爆病毒 好的 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个解压 解压完以后呢 我们双击打开这样一个软件 我们这边点4 好的 打开以后的话呢 它就出现这个界面啊 其实使用是非常简单的啊 它这边是本工具用于修复部分软件 应调用谷歌翻译官方接口 就是API 而出现翻译功能无法使用的问题 那此版本同时已修复 官网无法访问的问题 好的 那使用非常简单 我们第一步呢 点这个获取最新IP列表 我们点击一下 获取一个可用的列表 点击以后呢 这边就是获取了三个可以用的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调用这个谷歌翻译啊 它的一个API的一个地址 然后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就更改 这边出来三个的话 我们随便选一个都可以啊 这边我们更改 积极翻译 域名解析到我们选的这个域名 OK我们点一下 好的 点一下大家看到下面的域名已经变成就是我们这边解析出来的这个域名啊 解析出来的这个IP好的 然后我们把它关掉 关掉以后我们再打开这个网址 我们再点右键点这个地方来翻译成中文 好的 大家看到这边已经成功的翻译成中文啊 成功的翻译成中文了 那我们也可以再把它变成英文 对不对 再把它变成英文 再把它变成中文 好的 那这边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了啊 正常使用的了 那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好的 我们现在来演示第二种方法 我们在桌面上的点右键啊 这边 新建一个文本文打 好的 新建一个文本文打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打 打开以后的话呢 我们复制一些这个代码上去啊 复制一些代码上去 当然这个代码呢是在gethub上已经开源的啊 开源的 在这里我就不演示怎么找了啊 我直接把它粘贴上去 那就是这样一串代码啊 粘贴上去以后呢 我们 点文件这个地方呢 点保存 保存一下以后 我们把这个关掉 关掉以后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文件改一下名啊 把它扩展名改成BAT的一个批处理文打 但是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个文件的后缀啊 看不到后缀 没关系 我们给它调出来 我们打开我的电脑 然后这个地方呢 点查看 下面这个地方有个显示啊 显示右边的话 这边有一项文件扩展名 OK 那我是windows11的系统 那windows10系统啊 包括更低的版本 它其实都有这个功能的啊 我们选它 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大家看到 这个文档 现在是已经有txt的一个后缀了 好的 我们右键打开它 然后这边显示更多选项 然后显示除命名 除命名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后缀给它改成BAT啊 BAT BAT大家都知道是这个批处理文档 然后我们点回车啊 这边是从命名 确实要更改吗 我们点是 好的 大家看到现在它已经变成了一个BAT文件了 对吧 然后我们右键点击它 这个地方呢 选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这边选4 这边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1 一个是2 那这个2来就是删除 1来就是就是要用 好的 我们在这边就选个1 然后回车 回车以后呢 大家看到啊 这边其实已经调用成功了啊 调用成功了 那这边呢 就是按任意键就行了 OK 我们按一个回车键 关闭 关闭以后的话呢 那现在的话 这边也是可以的了啊 我们点击右键翻译的话呢 它也是可以翻译了 也是可以正常翻译 对不对 好的 那现在我们再把它关掉啊 再把它关掉 我们同样的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好的 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选2 我们选2给它关掉 删除掉啊 好的 现在已经删除掉了 我们把它关掉 好 这是第二种方法 那我们现在介绍第三种方法 同样的 一样的道理啊 我们点右键 桌面点右键的话呢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就新建一个文本文档 同样的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以后呢 我们粘贴另外一个命令上去 另外一个代码 那这个代码跟刚才的代码 它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那就是说这边已经有很多 有很多谷歌翻译API的一个IP地址 啊 在这一边 那么这个程序运行的话呢 它其实也是这个调用啊 调用上面的这些啊 API的地址 它一个一个尝试 尝试成功的话呢 它就调用 好的 同样的我们给它保存一下 保存完以后呢 我们还是一样啊 右键点击它 给它改一个名字啊 改个名字 也是一样的 把后面的后对 改成这个BAT P处理文档 那同样的 我们右键点击它 然后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这边我们选4 好的 打开以后 其实大家也看到啊 跟刚才的第一种方法差不多的啊 差不多的 这里也是有两个选项 对不对 两个选项 我们在这边选1 然后回车 好的 它现在已经调用这个地址是157.183 这样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回车 好的 我们重启一下这个浏览器啊 大家看到啊 正常的就把它翻译成功了 翻译成功了 好的 那假设我们刚才的命令当中选2呢 它就翻译不成功了 我们试一下啊 我们试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选2 啊 回车 那大家看到啊 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deleting 已经删除掉这个调用了 我们回车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翻译 我们关掉浏览器 我们打开浏览器 我们打开浏览器 还是进入这样一个网站 我们点击这个翻译 那现在是翻译不到了 那这个地方是无法翻译成网页啊 翻译不到了 那我们再次给它打开的话呢 啊 这里选1的话啊 好 我们再次打开的话 我们再给它翻译一下看看 OK 现在又可以翻译了 对不对 又可以翻译了 那今天呢 就介绍了这三种的一个方法啊 就是如何重新的使用这个谷歌翻译 并且来讲的话 没有开启任何的科学上网的环境啊 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 那需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呢 刚才的第二种方法跟第三种方法 同样适用于这个Mac OS系统 同样适用于这个系统啊 那这个系统我就不演示了 大家知道就好 想用的话来自己去操作就可以了 好的 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假设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关注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